可以製成罐头外胶的红芯甘薯 是由嘉义能力实验所的工作人员 王霞、李良、杰晨宽和蔡富等 从民国55年起一起研究培育成功的新品种 红芯甘薯的新本是由美国永运红肉品种的甘薯 达椒才能种所培育成功的 是一种改良成功的红芯甘薯 每100公司天天快晨中含有胡萝卜素22公司 所以营养量特别的高 红芯甘薯自贯外交也就成为了本省农产品外交的新项目